难为你了 傅小姐 让你处理这些 人情往来的俗事啊 上次我见你 是神采飞扬 侃侃而谈 今天怎么那么拒劲哪 那 我先告辞了 我来 欣拿 再见 我们走吧 刚说什么了 不说 说给我听嘛 我紧张 你想知道 我紧张 等一下再说 这什么好紧张的 你不是大小姐吗 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 你说吧 义父 她是谁 就是我说的 锦兴凤凰啊 不是 她叫什么名字 傅韩君啊 傅 傅 她 她 她就是你女儿啊 那傅老板 就是你那个复兴人 很简单嘛 请她过来吃个饭 母女不就相认了吗 不 义父 她 她成长得那么好 她已经成为你心目中 景兴凤凰般的人物了 这说明 这说明我当初 把她留在附近城身边 复养是对的 这么多年我都没在她身边 我不能再出现在她身边 去打扰她的生活了 她怎么会不需要你呢 一大开始她就没得选择呀 要不是 傅老板辜负了你的话 你们两个就不会经历 母女分离之苦了 这些都过去了 都不重要了 闻在睡觉 这些都不像 这些都不存在 我再不和你 五分钟 感谢观看